中国穿葬铁路拉临断通车 解放军直达边境仅仅一小时 印度这次真急了 连忙调兵 不过被中国一个举动直接傻眼 欢迎收看本期中华振兴 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从三峡大坝到12天建设竣工的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 我国一次次地再给外界证明 中国被称之为基建狂魔并非是浪得虚名 而是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的能力 目前已走到了世界前列 是一个真正有实力有能力 来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国家 近日拉临铁路的顺利通车 标志着我国的川藏铁路的修建 迈上了新的台阶 但由于这条铁路 沿线地区地质结构复杂 导致一公里的造价成本高达三亿元 而拉临铁路只是川藏铁路的一部分 印度这个国家为何开始担忧了呢 如何向高原偏远地区转运兵力和物资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而最主要的解决方法还是一个 那就是修路 为了提升对偏远地区的掌控能力 首先要提升的就是部署兵力的能力 而要支持强大的兵力部署 稳固而顺畅的后勤通道是不可或缺的 事实上这就是为何印度方面持续在中印边界争议地区附近 修建公路的原因 他们试图增强自己向边境地带大量转运兵力和物资的能力 只不过印度的努力和对面的基建狂魔比起来 立刻就显示出巨大的差距 伴随着飞速的和谐号在拉临铁路的顺利通车 这也是和谐号首次开进我国的青藏高原地区 6月25日 我国西南部的交通干线 川藏铁路拉临段正式开通 这是整个西藏地区首条电气化铁路 全长达到435.48公里 其开通将促进我国西南部地区的交通运输能力 此后 从西藏省会拉萨到东南部的林芝区域 最快只要3小时左右 虽然这条铁路干线的开通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方便内地进出西藏 提升交通运输设施以加强我国西藏地区的经济建设 但值得注意的是 此条铁路线的出现 也有不可忽视的军事意义 林芝虽然作为一个五线城市并不引人注目 但林芝的地理位置更关键 该市的东面及东北部与云南相连 西部与拉萨相邻 最重要的是 其南部距离不到16公里 就是我国目前被印度所占据的藏南地区 拉林铁路是川藏铁路 滇藏铁路 干藏铁路的共有铁路段 其交通意义非常重要 具有连通三线的重要价值 拉林铁路同样也是青藏铁路的一条支线 青藏铁路共有三条支线工程 拉林铁路 拉日铁路 日亚铁路三线与青藏铁路 形成一个Y字形 三线全部通车之后 青藏铁路的总长度将会达到2000千米以上 拉林铁路为快速铁路 设计时速160千米每小时 全线共经34个车站 其车站密度在全国绝无仅有 拉林铁路的建设对于拉洞内需 缩短西藏人民的贫富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但我们必须指出 川藏铁路的修建成本也是非常之高的 虽然这条铁路全线只有958公里 但由于当地特殊的地质构建 导致其桥税比高达95% 项目整体投资高达3198亿 平均每公里的造价成本高达3亿元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们也能明白为何14亿人 都无法养活我国的铁路集团的原因所在了 在中印边界地区出现的每一条道路 都足以令双方感到关注 而在边界地区出现的一条铁路 则是战略性的改变 在所有军事运输方式中 海运规模最大 但受到的限制很多 在内陆地区直接排除海运 空运速度最快 但是空运的规模很难和陆运相比 而且成本极高 空运力量可以用于协助应对突发事件 但最终若要进行大规模部署 还是得依靠陆运 依靠公路的机运输是最常见的方式 这也是中印双方都在不断推进 公路建设的原因之一 良好的公路网络不仅方便部队进行机动 更是提升部队后勤供应的重要协助 然而和铁路运输比起来 公路运输就显得小屋见大屋了 铁路的运输能力强 单位运输成本低 进行大规模物资转运时 铁路的优势是公路无法媲美的 相比于印度仍然苦苦修建公路 中国方面修建新的铁路之后 双方对边界地区物资投送能力的力量对比是非常明显的 中方的铁路才是真正的大规模运力 一条铁路理论上就能够承担师级单位的后勤供应 而公路则要困难得多 不仅如此 中国方面事实上还在边界附近扩建机场 以便在西藏能够部署更多的空军飞机 虽然印度方面也在修建机场 但这方面的竞赛印度方面也没有占到便宜 说会拉临铁路的修建难度 其一从气候上来看 拉临铁路所经路段深处大陆内部 位于我国青藏高原动土区 其地形地貌主要为高原腹地 除少数地区受印度洋海洋性气候 以及内陆干旱气候影响之外 绝大部分地段为显著的冰原干旱性气候 具有一般的高原气候特征 气候特征随海拔的升高 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特性 拉临铁路所经地区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 由于其位于高山高海拔地区 区内降水多为雨雪冰雹 气候寒冷干燥 空气稀薄 气压极低 冻结期长达半年以上 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较低的气温是多年动土得以维持的重要能量条件 随着气候的变暖 动土地区的气温逐年升高 其地温同样随之变化 动土区地温的升高严重影响了铁路的路基稳定性 路基的温度场已呈现出向不稳定方向发展的趋势 若未来气温仍持续升高 多年动土区铁路路基工程的建设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其二 拉临铁路全线均处在高原腹地中 海拔处在2950至3700米之间 腹地位于唐古拉山 喜马拉雅山 以及钢底斯山脉之间的谷底中 以板块构造学的角度来看 拉临铁路线路途经雅鲁藏布江与青藏高原 钢底斯山脉的缝合带 断裂带和线性褶皱广泛分布 断裂带由东向西扩展 宽度多数大于100米 规模巨大 由于线路所处地段在喜马拉雅地震带上 沿线大地构造背景复杂 受构造影响大 滑坡 崩塌 沙漠化等物理地质现象极为发育 因此对线路的稳定性造成很大的威胁 从以上分析来看 拉临铁路的施工难度和当年的三峡大坝相比 其施工难度更高 因为三峡的修建的时候 对于负责具体工程的工人来说 无需克服高原反应 有去过西藏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对我们普通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来说 进入到高原地区 首先面对的就是高原反应 更别说还要在这种情况之下 完成一系列难度较为大的施工了 比如 如何在多年动土的地方 打下一根根承重装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拉临铁路的顺利通车 中国也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基建狂魔是实实在在的实力 而拉临铁路只是穿葬铁路的一部分 这个铁路从一部分通车 为何印度人却开始担忧了呢 总体来看 中方在边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中 实际上压过了印度一头 若出现事态 那么中国在快速集结兵力的能力 不会让印度有机可乘 此外 为了应对印度可能的挑衅 解放军也在不断加强边境部署的先进武器装备 根据目前公开流露出的信息 至少包括S-400防空导弹 歼10战斗机 以及多种野战防空系统和陆军装备 基本上将解放军成体系的作战装备 搬到了西南高原上 不仅如此 我国纵身部署的中程导弹力量 也可以迅速为前线解放军部队提供火力支援 在这个阶段 印度方面已经不可能再通过偷袭的方式 从我国军人的手中夺取任何的土地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 我国的战略目标仍然不是印度 比起西边 我国未来的战略重点还是放在东部的大洋 若在东部的战略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 在西部和印度大打出手 其实不符合我国的总体战略 要再教训印度一次问题不大 但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政治服务 不是能打赢就一定要去打的 打完一场胜利的战役之后 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持续消耗国力资源的长期战线 那种负担能避免就要尽量避免 更何况战争的特征就是不可预见性 没有人知道真的打起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当前我们应对西部的策略还是以军力进行威慑 并保证我军部署为敌不可胜的态势 以此警示印度不要自讨苦吃 而站在印度的角度看 若其真的理智 就应该把精力放在解决国内诸多问题上 而不是和一个远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较劲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